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草民皆知 奉天成运皇帝诏曰 陈文昭学识渊博 忠君爱国 特封教书郎一职 钦辞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今天二公子进封教书郎 没想到又是老夫人您大寿之日 真是双喜雷门啊 老奴恭祝老夫人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公公太客气了 公公在社下喝一杯寿酒再走吧 老奴还要回复圣旨 不打扰陈大人了 寿礼改日不上 公公您太客气了 我送您出去 请 娘 孩儿终于也当官了 好孩子 你有了成就 也不枉你大哥对你的尊尊教导了 孩儿和大哥一样 一定做一个好官 温赵 你做了官 你的一言一行 都将成为天下万民的表率 以后你要对自己要求 更加严格才行 是 大哥 求求你大人 饶了我们这一次吧 我们就是一时 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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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给我莫收了 妈 求求你 下回我一定再也不敢了 绝对不行 我再也不犯了 我求求你了大人 那就是 你不信话 那就是 你不信话 那就是 太不犯了 真人了 真人了 不是 不是 吴大人 这是出了什么事啊 您是 我是岑文昭啊 呃 哦 我想起来了 您是教书郎岑大人 中书令大人的弟弟 不错不错 正式在下 岑大人 这两个人在这摆摊 偷金短两 多次被人投诉 我奉福尹大人之命 没收他们的货物 做生意 要讲究诚信 公平买卖 你们怎么可以欺诈客人呢 你 你是文昭 你们认识我 我是朱友德 他是张德丽 你把我们给忘了 友德 德丽 是你们 哦 哦 你们 你们怎么会 哎 都怪我们糊涂 当初 没有跟你一起去读书 哎 如今 你当了大官 而我们 哎 就算是做小买卖 也不应该欺骗客人啊 你以为我们想啊 我们的生意不好 交了税 连温饱都成问题 我们这样做 也是迫不得已 是啊 文昭 你现在衣食无忧 你是不会明白我们的处境的 陈大人 您认识他们 是啊 他们是我幼年时的朋友 吴大人能不能高抬贵手 给他们一个改过的机会 陈大人 不是我不想帮您 福尹大人的命令 我们不敢违抗啊 吴大人 陈大人 这件事我真的做不了主 如果您要为他们俩求情 去找福尹大人吧 把他们的货物没收 带回府衙 对 好 是 大人 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 是啊 大人 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 你们再啰嗦 连你们一块儿刷去抚衙 文昭 你倒是帮我们说几句话呀 陈大人 在下要公务在身 告辞 友德 得力 先别着急 喝杯茶 慢慢想办法 我们能不着急吗 我们就那么点家当 被没收了 让我们以后怎么活呀 文昭 你想想办法救救我们吧 这件事 闹到福尹大人那里 我也没有办法呀 你没有办法 那你大哥 我大哥 是啊 文昭 你大哥是中书令 一定认识福尹大人 求你大哥为我们说几句话 给我们俩一条活路 求求你了 友德 你快起来 这是做什么 文昭 我们要不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也不会这样求你啊 你就帮帮我们吧 求求你帮帮我们吧 好 这次我帮你们去求大哥 不过 不过 你们两个以后 可不能再做这种欺骗客人的事情了 我们经过这次教训 哪还敢这样做呀 是啊 文昭 我们不敢了 文昭 有事吗 哥 您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文昭 到底什么事啊 哥 我有两个朋友 他们的摊子被福尹大人没收了 您能不能 能不能去福尹大人那儿说一说 求福尹大人放他们一马 他们的摊子为何会被福尹大人没收 是 是因为他们缺金短两 欺骗客人 我若去求福尹大人 岂不是因私废工 哥 友德和德利是我小时候最好的朋友 他们有难 我不能不帮啊 你说的两个朋友是朱友德和张德利 是 你与他们二人还有来往 不是的 大哥 我们是日间在街上偶然遇到的 他们二人年幼之时 德行便有缺失 如今又欺骗客人 你与这样的人交往有害而无益 你以后还是不要与他们再交往了 哥 他们欺骗客人也是受生活所迫啊 逼不得已啊 受生活所迫就可以骗人吗 这 福尹大人没收他们的摊子 是他们二人应受的惩罚 哥 他们要是没有那批货物 真的就走投无路了 毕竟朋友一场 我若是不帮他们 也太没有义气了吧 君子有所为 有所不为 绝对不能够因为私情 而置国家的法归于不顾 那就眼看着他们自生自灭 你把这些银子送给他们 虽然不多 可解他们燃眉之急 希望他们二人能够从此改邪归正 哥 文昭 我意已决 无需多言 你以后再也不要跟他们来往了 哥 您的银子我不会要 朋友是我的 我自己想办法帮他们 文昭 怎么样 文昭 你再好好求求你大哥 没有那批货 真的会刺人的 我大哥那人很固执 他认准的事情 是不会改变主意的 那我们该怎么办呀 这是我的一点积蓄 你们先拿去用 以解燃眉之急 这怎么可以 是啊 我们怎么可以拿你的钱呢 你们要是还把我当朋友 你们就收下 这 等你们以后有了钱再还我 不是一样吗 文昭 文昭 太感谢你了 大家都是老朋友了 还这么客气干什么呀 不过 你们以后千万不要再做这种欺骗客人的事情了 一定 一定 文昭 你对我们俩这么好 我们俩请你喝酒 喝酒 不好吧 喝一点没事的 走吧 走吧 走 诸位爱卿 朕今天想听听你们对治国有何谏言 启禀陛下 臣以为要向国家长治久安 应从教育入手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只有培养出优秀的人才加以重用 国家方能富强 不错 如今教育偏重于理论和学说的培养 臣认为德行才是教育的根本 爱卿说的有理 德行才是根本 如今秘书省正在整理编撰圣贤之学 臣认为此项工程意义重大 不可调以轻心 爱卿说的对 那就有了爱卿监管此项工程 以免出错 臣遵旨 下官参见岑大人 免礼 我奉陛下之命 检查一下你们的编撰工作 进行的怎么样了 启禀大人 编撰工作一切顺利 请大人放心 嗯 这是谁的座位 这 这是 到底是谁 大 大哥 你坐这里 是 办公时间你去了哪里 我 我 无故矿工应如何惩罚 应 应罚凤半月 一例惩罚 是 将你编撰的书籍给我看看 这本书重新编撰 嗯 嗯 嗯 哥 嗯 这些日子你都在干什么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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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干什么 那 你为何工作迟到 我 你去喝酒了 是不是 哥 我错了 我也不想 可是朋友盛情难却 我不好推辞啊 朋友 什么朋友 朱永德和张德丽 是 哼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他们两个德行有失 让你不要再跟他们交往了 你 你怎么就是不听啊 哥 我从小到大就这么两个要好的朋友 怎么能说断交就断交啊 尽朱者赤 尽末者黑 你跟他们在一起 你的言行举止会受他们的影响 他们会害你一辈子的 哥 我以后不再饮酒 不再迟到也就是了 我真的忍不下心与他们绝交啊 这不只是饮酒和迟到的问题 你看看你编转的书籍 啊 里边有多少错误 紫月 无有不如己者 你整理的注解是 不要结交不如自己的朋友 你告诉我 这是哪位先贤的注解 这 整理编转圣贤之学 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 一定要有严谨的态度 像你这样没有任何根据 任意糊解 不仅是对古圣先贤的不敬 更会误导后人 你知道吗 哥 我错了 我今后一定改 你整日与德行有失的人为伍 你怎么改啊 我 看来今天我不执行家法 你是不会认识自己的错误 来人 老爷 取家法 是 文本 你在干什么呢 娘 打扰您休息 孩儿知罪 文本 到底出了什么事 你要加法惩罚你弟弟 娘 弟弟他结交损友 严重影响了他的工作和生活 孩儿劝他远离损友 可他就是不听了 娘 孩儿有错 孩儿不该饮酒 不该迟到 不该工作不认真 可这一切都是孩儿自己的错 孩儿不能将错误 推到朋友的身上 更不能因此跟朋友绝交啊 文昭别哭 你改正错误也就是了 不必与朋友绝交 娘 文本啊 文昭说的也未尝没有道理 他也大了 有他自己的交友方法 只要没犯大错 我们就不要干涉他了 是的 娘 但 不用再说了 臣参见陛下 爱卿平身 陛下连夜召臣进宫 可是出了什么大事 文本啊 朕这次召你入宫 是为了你弟弟岑文昭 陛下 陛下 陈弟最近代乎职守 编转失误 是臣教导不言 请陛下降罪 爱卿啊 这件事朕已经调查过了 与你无关 全是因为你弟弟结交轻薄之人所致 正像你日间所说 整理编转圣贤之学 意义重大 不能有一丝的错误 朕想教书郎这个职务 不适合令帝来担任 陛下的意思是 朕想将他调到边关任职 啊 臣请陛下收回成命 臣愿代帝受罚 你弟弟失职与你何干 陛下 臣不想失去老母 朕只是将令帝调去边关任职 怎会让爱卿失去令堂 陛下有所不知 臣自幼丧父 与母亲弟弟相依为命 家母对社弟非常宠爱 如果陛下调社弟出外 家母一定会忧愁成吉 臣倘若没有了弟弟 也就没有了母亲 臣请陛下可怜微臣诺大年纪 尚未能孝顺老母 给臣一个孝顺母亲的机会 饶恕社弟 臣愿以代帝受罚 爱卿严重了 臣不知你家有老母在堂 思念令帝 臣不是不孝之人 臣明白你的心意 谢陛下 那臣再给令帝一个机会 希望他能够痛改前妃好好做人 谢陛下隆恩 臣一定急言劝戒社弟 让他改过 朕相信你 文昭在哪里 老爷 太夫人他 他 太夫人怎么了 太夫人病倒了 啊 大夫 我娘他 老夫人感染风寒 病情不轻啊 我娘不会有什么生命危险吧 熬过今晚 当可无事 若熬不过今晚 怕是 啊 啊 文昭 文昭 娘 孩儿在这呢 文昭啊 娘快不醒了 你大小就顽皮 不听话 娘不在你身边 你要学会照顾自己啊 娘 你不会有事的 文本 娘 文本啊 你自小稳重 娘很放心你 你要照顾好弟弟 别让他出什么事啊 娘 您放心吧 孩儿一定照顾好弟弟 那我就放心了 啊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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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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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